哈嘍大家好,歡迎回到星期三拯救計劃之伯克來了 我是星期日拯救計劃的二日 今天這一集是第二季伯克來了最後一集 天啊,感謝大家長久的陪伴 那剛好最近也要聖誕節了 所以阿伯就寄給了我一包聖誕驚喜包 阿伯特選 這也是我錄伯克來了這麼久以來 第一次真的不知道這個箱子裡面會有什麼東西 我們就趁勢的來看一下到底阿伯的選物品味怎麼樣囉 好,掉落出了這兩堆東西 我跟大家說,那時候阿伯寄這一箱給我的時候 他就說其中呢,有一樣是給我的聖誕禮物 另外的東西呢,我就是必須要用他寄給我的這些掉落物 來隨機的做出一張聖誕卡片還給他 總而言之呢,大家知道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嘛對不對 我這樣看起來呢,我覺得這應該是給我的聖誕禮物 然後這裡呢,應該就是要來做卡片了 我老實跟大家說,我要是聖誕交換禮物 抽到這一個 我真的覺得那位同事 可以來深度的發展看看 這太棒啦!這是Andy老鼠,大家認得他嗎? 像我自己本身呢,我真的有蠻多這個Andy小老鼠的東西的 他90%都是那種環保材質製成的耶 你們看他各種的跟這個起司產生的連結 有沒有在講啊?各種的 這個小Mark超可愛的耶,是一種銀色的弄在這的 它的底部這邊還有做一點小擴充 而且它的這個外殼是霧透耶 可以喔!阿不喔!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感覺有點害怕的這一堆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齁 看起來這一套筆真的還蠻適合冬天或是聖誕節 因為它就是一個雙頭的金屬的美術筆 應該合理推測,它應該是非常適合畫在黑卡黑紙上面的 大家這個柴犬貼圖我剛剛仔細看一下 發現它是柴犬跟紋鳥的綜合組合耶 然後你們覺得它這樣子有合法嗎? 兩卷都是聖誕節的紙膠袋 再來這一格是MT的,這是不是今年MT聖誕新款啊? 你們看都是各式各樣的聖誕老人的圖鑑感 對,然後這個呢就是還蠻典型的BGM出的 像這樣子的有燙金的雪啊 一片一片一一的這個紙膠袋 再來這一個我感覺會出現在這一包裡面 蠻神奇的這個人多勢眾的熊貓一張刺繡的 Midori出的卡片 欸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提供了你一些線 然後給了你很多這樣星星什麼的 你就可以自己呢弄針線 然後弄出像他們這邊這樣一樣的一些星座 裡面有附一個超級詳細的說明耶 比如說你們看冬天有獵戶座 然後秋天呢這應該是那個先後座啊 然後春天北斗七星什麼的 如果你要知的話 還有在裡面 然後還有一些知法 然後成果怎麼樣的 然後我注意到他的時間他說所需時間是20分鐘 好的我剛剛場外救援了一下回來 呵呵呵呵呵 這種事不就是要請教媽媽嗎 我們來看一下然後裡面附了三種顏色 我覺得蠻可愛的線 這一條還是銀色的耶 這一條很棒耶大家 乍看是白色 可是你們看其實我這邊這個才是真的白色 有感覺到差別嗎 它是有點陰陰 真的是宇宙感耶 這真的是我睽違多久啊大家 我真的我不知道我睽違多久拿針線耶 我的天啊 我真的會被燒掉 我家中和濃陰 天啊 都在香港 我天啊 那天啊 我隊真的會忘記住了 誰 馬 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它就是非常简单的操作 就能让人家感受到心意满满 这套金属笔的显色跟好化程度 我觉得十分值得加许 而且刺上去之后 这种心意还是你摸得到的 最后把影分身之处忙得不可开 叫的阿伯戴上一个圣诞帽之后 这一次的圣诞卡片大挑战 就好好的完整的完成了 那也不要忘记 阿伯总是会给我们一张 50元的全管可用的兑换卷 希望今天的影片 大家一样有看的开开心心的 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咯大家 拜拜 我会不会 我会不会第一个线就穿不过去 妈是不是很多条线 我错了对不对 欸你知道我穿多久 妈咪 妈咪 你穿多久才知道 这次有好多条线了 大家它不是一条线 我真的被我 所以你只要拿其中一条线出来就好了 我刚刚一直想说 怎么可能我这个穿还可以穿不进去哦 什么道理 请不吝点赞a 供ised赉亚